不知道你是否常常有这样的感受 突然想吃一种东西 没有吃到 牙痒痒着睡不着 走在路上 莫名丢了一百块 找不回来 好几天堵在心里很难受 别人对你做了过分的事情 你深深记在心里 怎么都无法原谅 爱了很久的人 狠心离去 你死皮赖脸的一次次挽留 又一次次失望而归 生活中诸如此类的烦恼和痛苦 总是一次次让我们身心俱疲 但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如此疲惫和痛苦 都是我们自己在为难自己 看不淡 想不开 放不下 所以才这么辛苦 佛常说 苦非苦 乐非乐 只是一时的执念而已 执于一念 将受困于一念 一念放下 会自在于心间 人生在世 最要不得的就是得失心 如王阳明所言 人生慌乱不堪 根源在于得失心太重 生活中得失心太重的人 往往只追求好的结果 害怕得到坏的结果 这样就会蒙蔽自己那颗 本来能泰然处之 平和应对的心 就好比半杯水 得失心重的人 只看到杯子里一半是空的 而看淡得失的人 会满足于杯子的一半是满的 起伏得失 本来就是人生常态 进人事 然后知天命 想起有一位朋友 生意遭遇危机 人到中年 突然失去所有的一切 钱没了 有一家子嗷嗷待哺 还欠了一屁股债 我一度担心 他会精神崩溃 打算去开导开导他 一见面 朋友乐呵呵招呼我坐下 然后把肉片 慢丝调理的 放到咕噜咕噜 冒着热气的鸳鸯锅里 气氛阴晕 一下子就放松下来 还没等我开口 朋友微微叹气 主动提起 事情刚发生那会儿 我真的想过 从公司楼上跳下去算了 但是 我有妻儿老小啊 不是为自己而活 那天晚上 我开着车 就在大马路上瞎转悠 发现这座城市里 还有人过得 比我更不好 他们租住在只有十几平米 不见天日的小房子里 起早贪黑的干活 孩子在大城市里 上学的机会 都相当渺茫 但他们还是 那么努力地生活着 我惭愧呀 朋友说着 眼睛就湿润了 这辈子 他也算走得很顺遂 名牌大学毕业 没吃过什么苦头 现在一遭难 无非是命运给他的 第二次冲头再来的机会 人生的悲苦 大都与得失纠缠 与成败共生 而快乐的真谛 多不在得失欢喜 而在失后坦然 以前有一位高僧 酷爱桃壶 只要听说 哪里有好壶 不管路程多么遥远 他都一定要前去见赏 在他收集的茶壶里 最终一一只龙头壶 专门用它来招待好朋友们 一天 朋友把玩茶壶的时候 不慎将它摔碎在地 高僧默默收拾好碎片 然后拿出另一只茶壶 继续泡茶说笑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朋友很惭愧 便问道 我将你最喜爱的茶壶打破了 你不生气 不惋惜吗 高僧笑着说道 惋惜又有何用 事已至此 不如重新去寻找更好的呢 得之我幸 失之我命 就像一书说的 失去的东西 其实从来未曾真正的属于过你 也不必惋惜 人生最大的智慧莫过于此吧 生活本身是一个不断得到和失去的过程 所以 无论发生什么 都要学会微笑面对 不焦不躁 不悲不喜 放下得失心 便是自在人 有人曾问佛 为什么很难原谅别人 很难放下过去的伤害 佛告诉他 这些伤害是你拥有的全部 你不断拨弄你的旧伤 以便它在你的记忆里保持新鲜 你从不想让它被疗愈 真是抑郁中地 面对别人有意或无意的伤害 时间不一定是最好的疗药 而真正疗愈的方法 是你打开心底 真正的放下 前段时间 偶然在一档节目里看到演员贾乃亮的身影 屏幕前的他剔了寸头 不同以往阳光搞笑的模样 他成熟稳重了 眼神和举止都透露出几分刚毅 过去一年 被戴绿帽 妻子夜宿门风波之后 贾乃亮消失了一年多 如今复出 贾乃亮谈起过往的伤害 已经一脸势然 他说都过去了 其实城市里没什么值得怀念的东西 看得出来 他早已在独自生活的日子里 慢慢走出过去的伤害 开始全新的生活 蜕变为一个更成熟自信的男人 过去所有的伤害和痛苦 无非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看清生活 然后有勇气 放下该放下的 拥抱该拥抱的 想起我有个表姐 在跟前夫离婚的时候 也是怨恨不已 他盼着前夫过得不幸福 但没想到 前夫很快就再婚了 生活过得还不错 表姐心里很不舒服 总觉得前夫伤害了他 对不起他 凭什么离婚后 他反而过得更好 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不甘心 他禁止前夫跟孩子接触 后来有一次 他无意间 在孩子的作文本上 看到孩子思念父亲的心事 才发觉自己像个魔鬼 他不再盯着前夫的生活 不再在孩子的面前 痛斥前夫的不适 他将全部精力和时间 投入到工作中 事实证明 努力是有回报的 他的工作发展得风生水起 本来沉默寡言的孩子 受母亲影响 也慢慢变得活泼开朗 后来再见到前夫 他已经心如止水 也能心平气和地 聊一聊孩子的教育 因为他已经放下伤害 为自己和孩子而活 人这一生 山一城水一城 无非是一场 和自己和解的旅程 默默承受 暗自坚强 学会放下恩怨和伤害 才能卸下心上沉重的包袱 重新出发 向阳再生 心坦然 则光阴安暖 物是人非 事事休 欲语 泪先流 每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 总是悲从中来 不可断绝 但人生就是这样 总会有太多遗憾 太多畅往 那些已是在岁月长河中的人和事 终究是教会我们 要懂得珍惜 每个人都有过去 你可以不忘记 但一定要放下 因为好的过去 容易让你沉迷 止步不前 而坏的回忆 就容易让你消极堕落 陷入痛苦 无法自拔 只有敢于跟过去撇清关系的人 才有勇气 继续去探索生命的美妙和心意 就像破茧的蝴蝶 挣脱束缚它的残勇 才能拥有心生 就像大话戏友里的至尊宝 放下了对过往感情的执念和愧疚 才蜕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 成为了孙悟空 学会放下 不是妥协 而是跟过去握手言和 学会清零和重建下一步的人生 记得小时候 我妹很贪玩 有一次不小心拉倒了开水瓶 滚烫的热水直接浇到她的胳膊上 烫红了一大片 肉都要掉下来了 当时的医疗技术太落后 所以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 她对这道疤痕耿耿于怀 夏天的时候从不穿短袖 站着不动的时候 也习惯用右手握住 留着疤痕的左胳膊 她伸着埋怨父母的不细心 这段被烫伤的往事 就成了家里不能触碰的雷区 后来长大了 别人不提起 我都快忘记她的胳膊上 有块被烫伤的疤痕了 朋友问 这疤痕怎么来的时候 我诧异地发现 她竟然可以心平气和地 讲述那段往事 没有自卑 也没有不安 从小到大 这道疤痕到底是长在她胳膊上 还是长在她心里 我也终于明白了 当她放下这段往事 逾越了内心的障碍时 长在心里的疤痕 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佛经说 如何向上 唯有放下 放下是一种智慧 不自寻烦恼 放下是一种释怀 不怀恨在心 放下是一种选择 不纠结过往 最后 借用电影 《卧虎藏龙》里的一句话 当你紧握双手 里面什么都没有 当你打开双手 世界就在你手中 放下便是拥有 就像一棵树 只有修剪掉多余的枝丫 才能愈发枝繁叶茂 放下很难 但不放下很苦 愿你今后 懂得放下 懂得从容 将烦恼踩在脚下 将快乐装进心里 愿你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更爱 也更爱 回头空间一段 弥漫 风弥漫 四季推过重担 大雨将被欢都重担 往事在风中肆无忌惮 看似过去却从未走远 拥抱的温暖 拥抱的温存梦醒一半 让是非 让是非与你无关 我的荒乱 我的伪装 我的不舍被你一眼看穿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好